國內四號嘉陵止步 台北市新增一名確診個案 和一例從義大利境外移入個案 而指揮中心研判 這一例本土確診個案為舊案 並曾在今年八月接種過一劑AZ疫苗 由於截止到四號中午 第十三期AZ和BNT疫苗 預約率為五成左右 因此指揮中心再加開AZ 第一劑疫苗預約對象 所以就大概就不會再做這個 加開的部分 那在這個AZ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針對他的第一劑的預約 對象做加開 所以符合資格的對象 是十月二十六號前 有醫院登記AZ疫苗的四十九 到十八歲的民眾 而預約時間從四號下午四點 到五號的中午十二點 除此之外 為了更瞭解國人疫苗混打 保護力 常個醫院已通過衛福部核准 下週將實施疫苗第三劑混打臨床試驗 指揮中心表示 臨床試驗若有具體重要結果 會再和大眾說明 但目前沒有考量混打第三劑 而指揮中心也公布 四號下午有第十二批 約十四點二萬劑的AZ疫苗再到火 原事新聞給了我們一顧 台北市採訪報導